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生活的婚姻 谈论故事的婚姻中 冲突家庭中和生活每天 邀请大家来今天的故事 帮老婆闺蜜修水管 事后她留我过夜 别担心 我帮你请假了 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的诱惑 有些人能够抵制住诱惑 守护好自己的幸福 可是有些人却没能经得住那些诱惑 做出了伤害家庭的事 也失去了自己拥有的幸福 如今闺蜜抢男友的事旅见不鲜 人们常说防火防盗防闺蜜 可这也并不是闺蜜一个人的错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如果你的男友真的被闺蜜抢走了 那也是他自己莫能经得住诱惑 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 可是生活中还是有好男人的 他们在面对各种诱惑的时候 也能够做到不畏所动 坚守自己的内心 这样的人清楚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家庭和伴侣的事情 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会非常有安全感 你们也能长长久久地幸福下去 蒋斌和妻子宁安是相亲认识的 他们交往莫多久就结婚了 婚后也过得非常幸福 宁安有一个要好的闺蜜叫吴珊 她的丈夫常年在国外工作 所以家里有点什么事都是蒋斌去帮忙 宁安常对蒋斌说 吴珊是我闺蜜 她丈夫常年不在家 我们帮她也是理所应当的 蒋斌经常去吴珊家帮忙 只要吴珊家里有什么事都会给她和宁安打电话 蒋斌好像变成了吴珊家里的免费维修工 虽然心里有些不乐意 但是她也知道吴珊是妻子的闺蜜 她一个女人也不容易 所以也不会多说什么 有一天晚上蒋斌和妻子宁安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就在这个时候宁安接到了闺蜜 吴珊打来的电话 说她家里的水管爆了 现在屋子里全是水 她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让蒋斌去帮她修水管 宁安听了之后二话不说 就让蒋斌去帮闺蜜修水管 那几天正好一直在下雨 蒋斌开着车去了吴珊的家里 吴珊也不懂得把阀门关掉 整个屋子全是水 蒋斌匆忙忙的把阀门关掉 就去修水管 蒋斌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水管修好 之后她又帮吴珊把家里收拾干净 准备开车回家 就在蒋斌要走的时候 吴珊拦住蒋斌说道 在我家过夜吧 别担心 我帮你请假了 听了吴珊的话 蒋斌非常的疑惑 吴珊对蒋斌说道 现在外面雨下的很大 你开车回去不安全 我跟宁安解释过了 等明天一早你再回去 蒋斌思考了片刻还是觉得不合适 她坚持要开车回家 吴珊拦着蒋斌不让她走 就在这个时候吴珊拨通了宁安的电话 吴珊对宁安说道 现在雨下的特别大 蒋斌一个人开车回去太不安全了 我已经告诉他跟你说过了 可他还是坚持要走 你赶紧劝劝他吧 就在这个时候 吴珊把手机给了蒋斌 蒋斌听到了电话那头宁安对他说 老公 现在雨下的实在是太大了 你开车回来太危险了 就在吴珊家里待着吧 明天一早再回来 别让我担心 听了宁安的话 蒋斌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蒋斌坐在吴珊家的沙发上 整个人有些手足无措 虽然他跟吴珊也很熟悉 但是大晚上两个人独处还是有些不合适 吴珊给蒋斌做了吃的 说他忙了一晚上肯定饿了 蒋斌确实有些饿了 就坐在餐桌上吃了起来 正想着这一晚该如何度过的时候 吴珊穿着睡衣走了出来 对蒋斌说道 你忙了一晚上也累了 快去洗洗睡吧 我给你拿睡衣 蒋斌觉得这样的气氛有些不对 吴珊家里是一视一听的 只有一个卧室 他对吴珊说道 不用了 我就在沙发上凑合一晚好了 你赶紧去睡吧 吴珊说道 那怎么能行呢 你是客人 你去屋里睡 我睡沙发 蒋斌接着说道 这可不行 怎么能让你睡沙发呢 如果你要睡沙发 那我现在就走 吴珊拦着蒋斌说道 好吧好吧 听你的 真是服了你了 跟我还这么客气 我帮你拿被子 蒋斌正准备休息 吴珊又对蒋斌说道 在沙发上睡有点冷 要不你还是回屋里睡吧 床很大 我们一人睡一边 听了吴珊的话 蒋斌有些愤怒 他对吴珊说道 我是你闺蜜的丈夫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吴珊这个时候也不再伪装了 他对蒋斌说道 我知道啊 他比我命好 找了你这模一个好老公 不像我那个丈夫 一年根本回不了鸡天家 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你了 可是那个时候 你是我闺蜜的男朋友 我已经结婚了 我愿意跟我的丈夫离婚 你能娶我吗 蒋斌对吴珊说道 你真的有把宁安当闺蜜吗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抢你闺蜜的老公吗 宁安经常跟我夸你 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还说你们两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 只要你有困难 他二话不说就让我来帮你 可是你现在做的这一切对得起他吗 吴珊哭着说道 我知道我这模作不对 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 我对你是真心的 感情这种事哪有对错呢 蒋斌对吴珊说道 当然有对错了 是非不分的人才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 说完之后 蒋斌没有再理会吴珊 他拿着车钥匙就走了 虽然雨下得很大 但是他迫切地想要回家 回到家之后 蒋斌立刻抱住了宁安 宁安正疑或者问蒋斌 你怎么回来了 雨下得这么大 开车回来都不安全 蒋斌对宁安说道 还是在家里睡得安心 而且你不是怕打雷吗 我担心你所以就回来了 听了蒋斌的话 宁安非常的高兴 蒋斌也没有告诉宁安发生的那些事 因为他不想让宁安承受被好朋友欺骗和背叛的痛苦 蒋斌想着只要自己以后跟吴珊保持距离就好了 经过这一次 他想吴珊也不会经常打电话让他帮忙了 毕竟他已经直接拒绝了吴珊 只要自己没有那种想法 吴珊他一个人也掀不起太大的风浪 只是蒋斌有些犯愁 该怎样让宁安和吴珊保持距离呢 宁安把吴珊当朋友 可是吴珊却不这魔想 蒋斌只希望宁安不要受到伤害就好 蒋斌真是一个好男人 他主动地拒绝了妻子的闺蜜 没有做出违背道德 伤害家庭和伴侣的事 也保护了自己的家庭 守住了自己的幸福 女孩子们一定要让闺蜜和自己的伴侣保持距离 虽然朋友之间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但是绝不能让自己的伴侣和闺蜜单独相处 好在蒋斌是一个好男人 没有做出伤害家庭的事 如果你的伴侣不是一个能抵制住诱惑的人 那他势必会被闺蜜抢走 你也失去了幸福的家庭 朋友之间关系再好也要保持合适的相处距离 距离产生没 而且做事情一定要有分寸 不要经常跟朋友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 朋友之间应该坦诚相待 切记不可做出伤害朋友的事 蒋斌没有告诉宁安发生的这些事 但是总有一天宁安会认清闺蜜的真实面目 他们的这段友情也无法继续了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凤凰难看了岳父母的国庆计划 红了眼 我妈还在地里干活 离婚吧 家庭差异的两个人结婚是一种什么感受 结婚后会不会家里面总是发生矛盾 因为三观各不相同 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两家人处理问题的态度会不一样 到最后就会呈现出来不一样结果 古来有门当户对约束年轻人的感情 大部分人的婚姻对于家庭来说 基本上都是用来交易的 有些人不愿意用来交易 到最后就会出现一种现象 男女觉得双方合适 两个人就私定终身 只得家里面同意就结婚 不同意就私奔 可是对于现在生活中的人来说 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少见了 现在年轻人对于自己另一半的选择 基本上都是觉得合适了 双方就在一起 在一起后如果有分歧 不合适了那就选择分开 如果没事磨分歧那就继续下去 或者是结婚白头到老 又或者是结婚中途再离婚 徐丽的老公段鹏是从村子里面出来的人 他也是大学的时候才到了城里面 对外面的很多事情都特别不了解 好在段鹏这个人为人老实 心里面还是积极向上的 不管是干什么事情他第一时间想的 还是自己家里面怎么样 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因为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的原因吧 天天就是这样 和后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遇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人 两个人共同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最终两个人结婚在一起生活了 段鹏上大学的时候勤工俭学 每天除了上学就是去忙自己的兼职 生怕错了一个可以挣钱的机会 本来家里面还可以供应他一部分上学的费用 但是因为段鹏的父亲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脚受伤了 不但没办法给段鹏生活费 还需要段鹏给家里面汇钱 这段时间的段鹏每天上学都是跑来跑去的 一旦下课段鹏就赶忙跑到可以兼职的地方去了 要是有了钱 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就给父母寄回去了 直到有一天段鹏跑去兼职的时候遇到了徐丽 两个人不小心撞在一起 徐丽看着眼前的这个人这么着急 就赶忙扶起来让对方去上班 但是徐丽又害怕对方受到伤害 徐丽就跟了上了 跟上去之后才发现男生迟到了 再被老板在门口辱骂 老板说道 每天来的这么晚 你就不能早点下课 段鹏在那边只能一直点头也干不了其他的 徐丽有些受不了了 徐丽上午说道 你怎么能这样说人家呢 作为学生 每天的工作就是学习 你反倒让人家早点下课 你这样有些不讲道理了吧 段鹏看着这个女生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徐丽继续说道 像你这样压榨大学生劳动力 难道你不心疼吗 人家已经在下班的时候往过来跑了 你这样说 以后怎么能让别人好好给你工作呢 老板听了之后一气之下说道 你有理事吧 那你们走吧 我这边不要你们来给我干活了 段鹏听到这之后有些慌张 徐丽却说道 走就走 谁愿意在你这里工作呢 徐丽说完就带段鹏走了 段鹏留下了无助的眼神 后来段鹏在徐丽的帮助下 找到了一个收入不错的工作 虽然说两个人刚开始在见面的时候 有一些误会 但是到最后还是解开了 两个人互相了解才知道 原来两人的三观还是特别合适的 在某一点上两个人还是很有共鸣的 慢慢的两个人互帮互助的一起待到大学毕业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段鹏才知道 原来徐丽家里面还是比较有钱的 只是徐丽这个人在学校的时候比较低调 才会让两个人用这样的模式 互相陪伴着对方 段鹏也是从徐丽的行动中看到了徐丽的真心 段鹏觉得眼前的这个女生还是很不错的 不管是家庭条件还是照顾人这些方面都很值得自己去追求 在这个该谈恋爱的年纪就好好谈恋爱 段鹏决定和徐丽表白 段鹏把徐丽约到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当初那个勇敢为自己出头的女生还在眼前 段鹏说道 徐丽 嫁给我好吗 徐丽大声地说道我愿意 两个人没过多久就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和两个人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徐丽在结婚后发现段鹏这个人好像除了孝心 其他的没什么优点 段鹏这个人在职场中爱冲面子 虽然徐丽家里面不缺这点钱 但是两个人结婚了 总不能家里面有什么事情还是和父母伸手要钱吧 段鹏每次这样 徐丽就会说道 你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 再怎么说我们也结婚了 你总是这样我也没办法给你承担你造成的后果 段鹏不服软地说道 我让你承担什么后果了 你这个人真的是什么都说得那么大 徐丽说道 咱们结婚到现在因为你的好面子 咱们承担了多少后果 你怎么每次不想想呢 段鹏不以为然地说道 我的妈呀 我就不觉得有多少后果 两个人最终以双方讨论无果不花而散 没过多久就国庆节了 徐丽和段鹏两个人一起回徐丽家了 刚到家里面 徐丽的父亲说道 你们两个人回来了 咱们这个国庆假期就出去玩吧 我觉得好不容易有假期 咱们出去走走 看看风景多好 徐丽和段鹏两个人听着还不错就答应下来了 徐丽父亲说道 那这是我和你妈妈制定的出游计划 咱们出去好好玩玩 徐丽和段鹏两个人拿着计划 瞬间段鹏的手机响了 是段鹏的母亲打过来的 婆婆说道 儿子呀 国庆七天 你有时间就回家里面来吧 我和你爸爸在家里面干活 实在是没事磨帮手 段鹏听着有些心酸 段鹏再次看着岳父岳母的的国庆计划 有些受不了的说道 你们这是什么破计划 岳父岳母惊讶了 徐丽问道 你疯了吧 你怎么和我爸妈说话呢 段鹏又说道 你才有病呢 我和你说 我妈在地里干活 你们却在这边制定出去的计划 你们也好意思 我和你说徐丽 你必须回去和我回去 否则咱们离婚 徐丽一听这话有些不高兴 她说道 离就离 我还怕你不行 你可真的是搞笑 自己的父母自己不赡养 要求别人 这些年你把你自己花在面子上面的东西动用在照顾父母的身上 你爸妈也不需要现在在地里面工作 段鹏听这话越想越心酸 徐丽说道 你自己心疼你父母吧 咱们赶紧去离婚 我还要和我爸妈出去旅游呢 不管什么情况下父母一定是爱孩子的 他们不管是什么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有些时候孩子就不是这样的 段鹏虽然说从一开始看是一个比较孝顺的孩子 但是结婚以后了改变 他开始以自己为主 对父母考虑的少了 有些时候我们结婚总想的是自己不管怎么样 只要两个人好就够了 但是到了实际情况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 婚姻给每个人带去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一个人如果总是想的不付出 一味地要求回报 这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反倒会让两个人分开 段鹏在自己的婚姻里面并没有珍惜自己的老婆带来的东西 反倒是一味地让对方伤心 其实婚姻最好的状态是对方不后悔嫁给你 但是徐丽有了后悔的想法 所以他们两个人最后只能是分开 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 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接受视频通知